這個第二應變中心,在過去五年是第一次用,以前用過嗎? 市長都是做演習或是開會使用,那第一次在宅室來運用? 第一次是在這裡? 是 今天第一次運用 蛤? 今天第一次 我跟你講,今天是這樣 凡事還是要有備援系統 所以因為我們第一次來 我們今天晚上還是在開室 郵名你們是放在哪裡? 颱風的時候郵名是躲在哪裡? 因為你說那個台北火車站跟那個 兩個地方,一個是我們原來萬華就一個郵收中心 那北車的部分 那個可以塞進去嗎? 有可以 可以塞多少人? 目前那邊應該可以,我要確定一下人數 不過現在沒有滿收,現在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那個長期住宿的人 那另外就是在那個K8,我們寒流來 或者像那個暴雨都在K8,就是北車往那個南側的時候 下去,就上次你去看有人發便當 那個進入入口有個K8,是通往成品的那個通道 那個可以裝多少人? 那裡我上次去看過,七八十個沒有問題 那你們萬華那個可以裝多少人? 我現在馬上查一下萬華如果滿收的話大家都說 但是市長有一個問題,因為照顧人力如果沒有滿的話 所以我現在要評估一下照顧人力的部分 我跟你講像是這樣 一個城市的問題很多 這是這樣 我的態度是這樣 每一次台風來就會遇到一些問題 遇到問題就再查一下 我在想 如果台風來他都可以收容 平常沒事叫他收容在那裡好像也是可以 還是他下大雨的時候他也是睡在外面 游民 沒有,報告市長大雨的時候通常北車的暫體也會讓他們進去 或者是寒流 可是孟甲公園沒有地方 對,孟甲公園的話就會有兩個 一個是私人的有一個創世基金會開設 另外就是我們自己的郵收,會去我們的郵收,萬華的郵民收容中心 這一樣 如果遇到大雨他就有地方躲 只是我心裡想平常都可以躲的話 就可以叫他平常沒事直接去那裡睡就好了 天氣很好或者是 對露天的 對 對 那比較大雨寒流 通常大雨寒流 就是他們比較會希望可以在室內 那我們也會勸他們到室內 因為在室外容易發生危險 好,我跟你說 那個郵民你們那個社會局自己再check一遍